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政治避难到中国去 外交部那哥们挺实在 没有 到现在还没有 我说这哥们真缺心眼 哪有这么问 咱出来都是逃难 哪跑大陆避难 保不齐也有 记得在世界杯的时候 你没看一个哥们说 自己是南韩人 在日本那是踢球上学 牛脸参加朝鲜的足球队 而且要热泪盈眶 伟大领袖 我说了一大通 说完之后球踢完了 他该出国又出国了 咱只听过那么一个故事 咱没听过说 谁到大陆去避难 要求政治避难 您说多损 诚心要咱们好瞧的 我接着找文章 结果还真找着了 这个说法的出处 这哥们既然是个美国人 而且是个很有名的美国人 而且对中共据说关系还不错 美国之音文章的题目是这么说的 中国的软实力 事实还是虚设 文章介绍说 这哥们叫做沈大为 是在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 而且普遍认为 他是相对对中共 对北京比较亲热的这么一个专家 而他自己在华盛顿大学演讲时 表示他曾经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 沈大为根据所谓软实力的说法 他在演讲当中是这么说的 说软实力这一概念 是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 叫做约瑟夫 他说出来的 而软实力包括很多方面 简而言之 是一个国家 在其他国家和民众的眼里 是否具有吸引力 有多大的吸引力 他说从这个角度上说 中国目前的中国 它的软实力太有限了 他说出一个概念 关注不等于接受 他讲国际社会如今 对中共本身关注比过去要多很多 但是这种关注程度的提高 和中国真实的软实力 是两码事 他接着讲说 过去的一年里 他在中国社科院做访问学者 在大陆期间 他注意到 中共当局 也就是所谓的政府部门 错误的认为 软实力是能够由对外宣传来左右的 但是这些部门认识到 外国人并不像他们想象的 或者希望的那样去看待中国 外国人本身 在过去的时间里 在他的生长的过程当中 没有从六岁就受党的教育的洗脑的过程 所以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可是大陆的官员们呢 却认为外国人肯定就得这么想 所以非常自私 非常自我 而且突然觉得搅着自己有钱 别人在他眼睛里都什么都不是了 他认为他的办法一定能够行得通 所以造成了这种错位 沈大为教授还接着说呢 他曾经跟国务院的信息办的一位负责人谈过话 谈话结束之后 这位官员问沈大为说 您说我们怎么能够改进呢 他说我觉得既然问了 那我干脆就实话实说吧 他说政府不要什么都插手 中国社会本来就非常丰富多彩很有内涵 让外界自然的去了解中国就行了 政府方面不要总是想左右别人的看法 他说不过说完这话之后 从那位官员的眼睛里就可以看出 我说的等于白说 文章里又提到呢 说中共教育部曾经说 七八年到零八年 共有139万中国学生到海外留学 而回国的只有23万不足20% 另外超过80%都留在海外 而且呢沈大为打电话给外交部 问说是否有人来到中国要求政治避难 外交部那哥们说没有 你说那哥们多实在 这五十多亿人就没有一个到咱大陆去政治避难 您说也真是真是个事 沈教授最后说的归根结底 中国在大陆实际是缺乏软实力的 既在国际社会上缺乏吸引力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现行的政治体制 这种体制导致了中国软实力相当薄弱 而这种体制就是今天中国的致命的弱点 这是个亲北京的美国学者 在华盛顿大学演讲时阐述出来的观点 中宣部也挺逗格 所以有点跟这个美国人有点理应外合的味道 所以我觉得党应该查查中宣部 否则的话中宣部干什么事 为什么跟沈大为这位美国教授配合那么好呢 网上有条消息 直接讲中宣部是怎么配合沈大为教授的 中共宣传部下令各地都市报解散 文章提到来自中国媒体的消息人士说 中共中宣部在9月上旬 针对中国大陆各地以都市报为名的商业平面媒体 下达解散命令 但消息到9月14号才被揭晓 他直接讲说 中共这么做的一个直接的原因 除了对这些已报道各地商业新闻 主张当地新闻 以及彼此串联的媒体充满了这种警戒之心外 也希望借此道解散令 增加国营通信媒体的新华社 在各地媒体的这种引用率或者使用程度 那文章里特别指出一点呢 都市报呢都是各地地方办 而地方呢往往是以各地新闻当地新闻作为主导 而他外地的新闻呢 是以都市报之间相互交换新闻作为方式呢 来充实他的版面 这样就造成了各地的都市报呢 他相对比较独立 也就是说不被中宣部影响 或者说被中宣部影响的比较小 我觉得南方都市报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报纸 那在这个背景下呢 党的宣传部门意识到 我党的宣传受到了威胁 所以给他铲除了 所以就给他解散了 对比刚才那个软实力 大家就知道那位沈大为教授指的是什么 而中宣部我说呢 就是跟沈大为有点理应外合 里头一定有内奸 干嘛这么损咱党的伟大的形象 那下边这篇文章呢 就更有意思了 我强信下边这篇文章呢 我们只能说政治局常委这帮人 估计跟沈大为先生没有联系上 但是呢 无巧不成书 文章的题目是这么说的 人民网开设直通中南海网络留言板 文章特别提到说 用鼠标轻轻一点 那红墙壁瓦的新华门就给打开了 打开管什么用啊 你敢进去吗 那有俩战士在那拿刺刀亮晃晃的 我跟你说那刺刀比什么都亮 这门是打开了 那门都不许您靠近 不是瞎掰 据细 该留言板上的有一个留言框 那网络用户可以直接在留言上 包括胡锦涛在内的所有政治局常委人员的都有名字 所以你想跟谁留言 你就跟谁留言 听起来不错吧 文章提到呢 开通的首日给胡锦涛留言的就有37,746条 而根据联合早报14号的报道说 网民所关心的内容集中在反腐和高房价以及教育本身的问题上 但是呢 文章里也提到有一些呢 提出来的一些比较让党比较关注的问题呢 据说留言板上的并没有删除 而有些媒体呢 又想直接采访直通中南海栏目的负责人 但是都被婉言拒绝了 拒绝的理由非常简单 就是说你们不要过度的去激动 这件事情是很一般的 而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说 那些试图指责中共缺乏民主的留言 却根本就发不出去 他说凡是进行过此常识的计算机用户 都有可能无法再向胡锦涛先生留任何言了 而且你想发任何信息也都不可能了 你想跟党发牢骚 立刻就给你掐了 我也相信不光给你掐了 把你的IP 把你的所有能够拿到的资料都给你弄走 而且你就成为了黑户 成为了黑名单上的伟大的一名了 所以哥们 您要小心 这留言板让我看 就像抓动物的夹子一样 哥们 你想试 你只要一伸转 就给你夹上 跟党玩这套 您玩得过吗 最后亚洲电台登了另外一篇文章 实际是个采访讨论文章 就是今天文章还提到中国崛起的问题 跟软实力有关系 它的说法很简单 到底什么东西是中国崛起的最大的障碍 文章的题目直接点题说 腐败是中国崛起的最大障碍 文章引用了大陆的环球网的一个最新的民营调查 94%的人认为障碍中国崛起是来自于国内 只有6%的网民认为中国崛起的障碍来自于海外 也就是说真正的问题是自个儿的问题 所以海外的一小撮的说法 海外的这个海外的那个大家眼睛明镜似的 那都是党瞎扯淡 孙文广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呢 也非常认同这个说法 说中国崛起的真正的障碍来自于国内 而律师唐精灵呢 在接受采访时呢 他说得更直接 他说这个崛起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概念 因为中国今天的中国离崛起哥们还远着呢 因为他的面积太大 人口太多 整个的整个目前的社会价值都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社会价值观念 整个社会是一个混乱的社会 你还谈什么崛起不崛起呢 也就是说中国崛起本身这个命题就是错的 而真正这个错误的一个关键的原因 在唐律师的眼睛里就是自由 他说当自己的国民都没有自由的时候 根本无崛起可言 根据这个自由的说法呢 孙永广教授接着讲说 不自由的原因就是这个制度造成的 再一次触及到党的本身了 那我个人的看法呢 倒觉得呢 其实制度的说法更加直接 因为党营造了这个制度 党固守着将死着这个制度 因为他自己知道 党不维护这个制度 党就死掉了 所以这个制度 也就是说这个党本身 他带来的腐败 而不是腐败成为了中国人崛起的障碍 而是党真正的原因 党存在一天 腐败就会存在一天 那中国人离崛起呢 也就远了一天 那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